斗南分局旧办公厅社在民国93年分局迁移之后呢 就处于荒废的状态 但是呢因为具有历史意义 云林县政府呢已经将它公告为限定古迹 并且由文化处来进行规划设计 要打造为斗南的观光旅游特色景点 不久前举办开工典礼 预计500多个工作天 要让这个办公厅社风华在线 在老歌曲的音乐声中 这一座很有历史意义的斗南分局旧办公厅社 也要正式来进行修复工程 预计500多个工作天 就能让大家看到修复的成果 未来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 我们的警政做主题的一个小小的国家 未来也可以有些我们的国家设计 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 它不但是一个知性的一个文化剧眼 它也是一个感性的 也是一个观众的 如意的一个好体验 斗南分局旧办公厅社在 93年分局前走后就变成方会的空增 因为是斗南地区 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所以在98年公告为限定古迹 现在在宪福的筹募经费下 重要进行修复也让许多人士很期待 帮我们保持这个警察的历史 我们是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500多天以后能够 就像主持人现在副县长讲的风华再现 期待 我们的所管党和李管党 李管党接下来完成这个古迹 今天我们公地好利用 在开工典礼中也依照日本的传统来进行 雲林县副县长张黄振表示 他们希望能将斗南变成一个特色的小镇 让大家来这都有幸福的感觉 这利用4千多万的经费 预计在106年出完工的 斗南分局旧办公厅社 雲林县政府也再次邀请大家 一起来见证 色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能将他们的美丽风貌再现风华 记者王金星雲林采访报道